我们的101草莓塔 那这边是豪华草莓塔 巨无霸草莓塔搭配罪恶鲜奶油 桃园艺文特区这家浮夸甜店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一上桌民众立刻抢拍 同时也有点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这个怎么吃啊 这个直接咬拿来咬吗 民众小心翼翼拆解草莓101 又到了品尝草莓的好季节 业者抓准时机大玩创意 刚出炉的披萨饼皮 还是半成品 要穿上草莓新衣 蓝莓加以点缀 最后肯定少不了糖粉画龙点睛 一颗颗比十元硬币还大的草莓 位于宜兰大学附近下午茶店 是店家严选来自苗栗大湖当季食材 但上桌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大人小孩爱不释手 要吃草莓 还要吃草莓是不是 民众享受美好时光 但今年草莓正碰上碳居并侵扰 农友若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清除 将会导致草莓猪整颗凋零死亡 真的有人很惨的有到五成 那两三成的也蛮常见的 例如说四百五变五百 或是原本四百八变五百二的这样 也不敢调太多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也不希望影响到这个游客的性质这样 农友今年损失惨重 草莓价格相对上涨 民众想要享受新鲜草莓 得多花点新台币 花痴 花痴 小丽新闻综合报导